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如何控制室内装修的预算 通常我们在新建房子的时候 室内装修这一块的预算 大概占掉整个造价的40%左右 这个里头不含电器和家具 然后我想要做得更好 你可以做到60% 70% 就是说越好的房子呢 其实是越接近于艺术品 那便宜的房子呢 仅仅就是满足一些基本的实用功能 所以这个呢 在一开始你就应该有一个预算的定位 那我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三个方法能够控制这个装修的预算 首先呢 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把要做的这个装修的部分呢 分成三类 第一类呢 就是一定要做的 第二类呢 就是说不做也行 第三类呢 就是换一个方式来做 那什么是一定要做的呢 在我认为啊 比如说管线工程 水电工程 还有这个防水啊 以及那些比较经常滥用的一些 这个开关啊 这个门把手啊 这些东西啊 门的铰链啊 等等 这些东西呢 是我觉得是一定要做的 而且呢 还要做的比较好 因为检修起来 维修起来啊 都非常麻烦 而且成本很高 那么哪一些东西是不做也行呢 比如说咱们说一些复杂的造型啊 复杂的吊顶啊 要把那个墙上要包一些什么 那些线条啊 这些东西啊 这个东西呢 其实不太影响 实用功能 如果在预算有限的前提下啊 这些东西是可做可不做 我觉得呢 你可以不做 那什么是换个方式做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看到这个地面 你原来计划是用大理石 那么我觉得大理石贵了 那我换成瓷砖 对不对 那再比如说墙面的墙纸 如果你觉得造价比较高 人工费比较高 你可以做成这个涂料 其实呢 效果差不多 那如果你只是满足这个实用功能的话 其实我觉得 像这些东西就可以换一个方式来做 那第二点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设计方案很重要 而且呢 在施工的过程中呢 你不要轻易的去改 首先就会造成原来拆除 或者说重新订货 这个浪费 再一个工期也会脱长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最终的这个成本 要大幅的增加 下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 室内空间的这个规划 首先一点呢 咱们从平面上面 咱们要考虑未来 这个十年到十五年的这个生活模式 包括有没有增加家庭成员呢 或者有没有租客啊 或者说家里打不打算养宠物啊 这些情况呢 那么考虑怎么样安排房间和一些其他的功能空间 然后呢 咱们要重点讲一下的呢 就是这个厨房 厨房呢 一般也分成这个高中低三个档次 那么一般高档的豪宅里面的厨房呢 是有专人打理的 所以说呢 这个里头的设计呢 可以按照更多的个性化元素 通常呢 在加大这边呢 通常大家都有一个 叫minkation 然后里面呢 还有一个叫vocation 就是说大家所谓的中厨吧 就是这两个厨房呢 是基本上是新造的房子里面的标配 厨房最重要的是收纳 所以说厨房的厨柜 像这些位置的厨柜啊 我的建议呢 是尽量能有门板的全有门板 然后呢 尽量拉手 能用隐形拉手的就用隐形拉手 尽量的让这个空间呢 看起来要整齐划一 不要那么凌乱 因为厨房里面嘛 经常有一些瓶瓶罐罐了 锅啊碗啊什么东西的 就会显得很乱 所以呢 厨房的设计 我觉得收纳空间是重要的一个考量部分 而再一点呢 我们讲到厨房的照明 厨房的这个照明呢 是比其他的空间要求更高一些 这个要有更多的照度 而且这个光源的摄温呢 咱们可以用中性甚至冷色的光 光源 对吧 这个摄温的问题呢 我们在后面专门讲照明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这个光源的摄温和怎么样设计这个照明 还有很多厨房个性化的东西 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台面 除了标准尺寸以外 咱们还可以有一些个性化的定制 比如说有的人身材高一点 或者身材矮一点 这里呢 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tips 那么就是说通常来说 我们这个台面的高度啊 这个厨房台面的高度 应该是你经常操作这个厨房的人的身高 除以二 然后再加两寸 也就是五厘米左右 通常这个台面 这个高度呢 是符合这个人机工程的这个尺寸的 因为吸除的还有一个作用 它主要是一个装饰作用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 不要做这个gas的这个煤气 用这个电磁炉啊 这个电磁炉叫induction 它不是咱们说的那个电炉啊 这个价格也会比那个电炉要贵出很多 但这个好处它就是不太容易有一些油烟了 或者说菜啊粘在上面或者最后烧焦了会有股味等 那这个也比较方便打理 因为它加热的时候 它只加热这个锅底的那一部分 其他地方呢 它是没有加热的 所以这个induction这个炉子是一个配在吸厨里面 一个不错的一个设备 好 讲好厨房了 我们来讲一下洗手间 那除了这个洗面台这儿 要需要亮一点 其他地方呢 都比较柔和一点为好 配置方面呢 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 比如说咱们这个台面 像这种入墙式的这种龙头 现在就比较流行 第一个呢 它因为是这样开启的话比较方便 第二点呢 如果你是从这个水斗这边出来的 那么一个龙头的话呢 它会就是在这块就比较难打理 会经常有水质啊 或者一些脏的东西 就藏在这个龙头的这个柱子的下面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台盆 这个关于洗面台的这个台盆呢 我是建议大家安装这种台下盆 也是方便打理 一般的中产家庭呢 家里都不会请保姆 所以大部分时间呢 你是需要自己来打理的 那这个里头呢 如果是你做的台下盆 它是在这个面板之下 所以你就比较容易清洁 如果是台上盆的话呢 它会鼓出来一块 对吧 就像这样子 它会这个盆面跟盆的四周 你都需要打理 就会比较麻烦一些 然后我们再讲到这个镜面 镜面呢 其实尽量让它从这个面发光 你可以做成灯槽 也可以做成像这个面是有光源的 这个设计 光源呢 我们可以比较最好是能够调节的 这样因为有的铝色啊 需要化妆啊什么 有的各种颜色啊 它会能调节色温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光源是比较理想的 然后咱们再讲到卫生间的地面 我建议的话 卫生间的地面呢 大家不要用浅色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房子 在设计的这个地面 都是用那种白色的那种大理石啊 或者是地砖 我觉得这个卫生间呢 因为这个上面稍微有点水质啊 有点头发啊 或者什么东西很正常 如果你是白色 就会显得特别的脏 特别的就是看起来就不太舒服 那我建议大家用这种灰灰的颜色是比较好 还有呢 建议大家可以在新建的房子里面 安装一个这个电热的啊 毛巾架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呢 和安装的这个施工队讲好 要在这边呢 预留电源 这个东西是需要接电的啊 通常的开关呢 都在这个两端 咱们讲到淋浴的这一块的设计啊 淋浴这一块呢 通常有两种设计 第一种呢 就是咱们常见的 就是底下呢 有一个这个叫有个小盹子 然后呢 这个玻璃呢 就是弄在这个盹子上面 这个呢 像个门槛一样的 嗯 这是比较老款的 那么新款的呢 其实就是在地面这一块呢 它是把它整体抬高的 然后在这边呢 做一个地露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的照片 这个是比较隐藏式的地露 那在这种呢 一个是效果比较好 第二个呢 它也没有这个像门槛一样的这么一个设计 在后面的施工的时候呢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做这么一个这个这个地露的效果 关于这个装饰造型怎么去设计呢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这个房子里头啊 首先分为几种啊 第一个呢 就是硬装 第二个呢 就是软装 那硬装和软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你可以把这个房子理解成一个盒子 然后咱们把它如果倒过来的话 那么掉到地上呢 那就是软装 那固定在墙上的 不动的 那这个就叫硬装 这个软装呢 包括家具啊 包括窗帘啊 包括这个装饰画啊 包括灯具啊 包括这个地毯啊等等 这些东西都属于软装 在北美和中国是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北美这边呢 有大概有一半左右的人是常年租房的 所以说呢 这个硬装和软装的配比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北美这边呢 通常呢 大家喜欢重视一些软装的东西 个性化的东西 那硬装呢 就是很平板的这个墙面啊 地面啊 这种设计就可以了 所以很少有做很多的 这个硬装 我个人的建议是 硬装呢 越简单越好 不要太复杂 这样的好处是为你后面呢 这个做软装的设计 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吊顶啊 或者是地面 你做的太复杂 那软装的时候 可能到时候跟你的这个位置啊 就很难搭配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在北美建房子 最主要重视的是 软装和硬装的搭配 而不是要有过多的这个硬装 那每一个空间呢 咱们都需要有一个这个视觉的焦点 所以说这样呢 就会避免这个空间的凌乱 你整体看来是一个调子 然后呢 咱们这个有一块 这块是特别突出的 这作为一个这个视觉的焦点 所以咱们在组织这个空间的设计的时候呢 就需要考虑这个视觉的焦点 放在什么地方 用什么样的造型跟这个空间呢 是比较搭配的 因为史类设计的内容啊比较丰富 我也希望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一些 所以我们分成上下两集来讲 那今天呢 先讲上半部分 那下一期呢 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也欢迎大家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为了方便和大家互动 我开通了小红书账号 温哥华建访玩家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订阅一起探讨加拿大建筑设计 施工工艺和政策法规等话题 想了解加拿大建筑市场行情和商机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讨论 谢谢大家